NLA球的下球路线就那么 也就两个球的距离 这个运气挺不太好 打扣了 哎呀 还是掉进去了 哎呀 我这个心态不太好 不能盼着人家犯错 那我想电视之前很多观众 跟你这心态应该很像 而且希望他在简单球上失误 因为简单球上失误 就会露个大勺 你来简单球 谢谢 顶开正好可以过吗 有这么巧吗 真是这么巧啊 真是正好可以过 好球啊 小球处理相当的细腻 不知道黑球有没有进球 这个球又很值 这个球打完我觉得很讨厌了 硬甩一杆上去 厉害了 厉害了 这一杆好厉害 眼镜大师判断他的手 可能是这么紧张的 当然眼镜大师可能有一点 没搞明白的是 这个黑球可能左下是有进球的 否则他不会这么打 没有进球 那还是发力 那就是错误了 真的应该在这一刻解决这个问题 你这样的打 涨分速度很慢 打着打着 没有了粉球和黑球 对 因为围住粉球的那一堆球 足够让场上留下50多分了 而以目前外围的这些球来讲 他也最多就是得个50几分 你需要处理总是给自己留多一点链接再处理 是链接不是链接 你看他就是用这些球打到50分也就差不多 很有可能连50分也打不到 又要从低分值来甩母球 过头了吧 还好底下 41 粉球正下方的这一颗 也许也有 所以说一辅度 再来 42 连辑确实可以 好了 对杆打完 47分停了 踩了拼一杆长球 看看打带跑以后 有没有办法再找到机会 不足以把分数打成超分的 这根解球 肯定是解球堆下方的这颗 哦 坏了 漏了 不见得漏 这个球也不好打 也不是很容易打的球 但是你给它机会 因为有太大的向下角度 你给它这个连接造成可能性 如果它愿意的话 它可以来顶这颗6分 但如果这颗球不进 6分顶了一下被打开了 那对于阿里卡特来讲得不偿失 对 但是不要留这种可能性给对手 这也是一个好办法 它可以一颗一颗的打出来 对 又是一个带角 嗯 今天这带角确实跟它有点过不去 这边阿里卡特要打黑球 右侧的这个手架 很别扭 所以 来打这颗红球 打包也可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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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包也可以进